我们的出院的标准是一致的 上海是按照国家的新冠肺炎诊疗标准 最新的第九版 通过专家一起来研究了我们的一个出院标准 我们的方畅医院都是根据这个来进行研判的 所以呢 就是它是具体的 比如说它是感染者到了方畅医院以后 它是第二天开始进行这个核酸的一个检测 那么核酸检测两次连续阴性 当然它中间要间隔24小时 那结合我们医生的综合研判呢 就符合一个解除隔离的一个标准 这个我们的方畅医院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的 第二个呢 我们在整个的治疗过程中的原则呢 也基本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方畅医院收治的 都是这个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的患者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一般是一个积极的健康的管理 还有一个水访 观察 另外呢 有的个别呢 它有一些慢性的基础性的疾病呢 它也进行去对症的治疗 同时呢 也结合我们的中医药啊 前面的新闻发布会 我们境内主人也向大家介绍过了 结合中医药以后呢 其实它的这种康复啊 缩短这个住院时间啊 其实有很大的帮助的 这个原则呢 是一样的 但是呢 因为涉及到每个个体啊 它是有差异的啊 抵抗力 免疫力 它都不相同 还有有的人呢 有些基础病变 他也会对他这个新冠肺炎的 这个康复 他也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呢 在时间上呢 它是有些差异的 那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啊 现在方舱院呢 它的平均的这个住院时间呢 一周左右啊 但是落实到个体 它可能有的人会短一点 有的人可能会长一点 那么第三呢 就是出舱啊 就是还涉及到一个 它的周转 要加快它的周转的速度 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 你出舱 有出舱前的准备 还有转移力量的组织 还有接反 就你要回到居住地 一系列的环节 这里面呢 确实也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协同 大家最近也看到了 近几日我们这个方舱院 出院的人数呢 在不断的增加 尤其是一些大型方舱 它的日的出舱人数呢 持续的增加 增加很多 那么这个就需要 一个是方舱院呢 它要做好出院前的一些准备 出舱的准备 还有呢 这个转运力量啊 市区两级转运力量的组织 快速的组织对接 同时呢 将出舱人员啊 要转运到属地的社区 那随着各方的协同的 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呢 我们相信这个过程呢 会进一步的顺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